高雄市議員黃石龍上個月在仁武區的烏材林除油廠 發現中油連續在那邊掩埋廢油污還有瀝青 經過抽樣送檢之後發現土壤的TPH值濃度是高達13200 超越超標了13倍 是嚴重的危害到人體健康也危害了環境的污染 他就懷疑這次的污染事件可能跟中油在烏材林進行油槽更換有關 要求是否要嚴格把關 長期追踪中油污染的黃石龍議員2號再度召開記者會 公布他上個月抓到中油在烏材林偷埋廢薄油的後續發展 包括中油在當地自行開發出來的費力氫以及污染土 就多達64桶重19噸 更驚人的是經採樣送檢結果 發現土壤TPH也就是所謂的石油類碳氢化合物濃度值 竟然高達13200超出管制值1000的13倍 該化合物除了對環境造成危害之外 也嚴重影響人體健康 黃石龍擔心污染區域可能擴大 並且要求市府重新審核中油在烏材林的油槽更新案 這個TBH是1萬3千元 1萬3千元 標準值是1千元 標準1千元是1萬3千元 為什麼烏材林 他沒有生產工廠 為什麼會有油泥 這是我的合理懷疑 因為烏材林他有油炒擴建 所以合理懷疑 那些24個6千元的油槽裡面 污泥一定是 一定是蓋著頭台在這裡 蓋著頭台在這裡 蓋著頭台在這裡 法條都說得很清楚 聯繫 重道違規 聯繫 聯繫重 環裡面 一定要熱林庭公署 結果環保局也要熱林庭公署 結果環保局也要熱林庭公署 我們市政府 中榮市政府也是長期在中榮 環保局表示 過去的確忽略了中榮在烏材林 可能造成的污染 在黃石龍揭發之後 環保局已經開始蒐集當地的污染情形 而後續的法律責任追究 也已經啟動 這個我們已經發現 有這麼多的事業廢棄物在這邊 所以我們會根據這個 相關的法令 大概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說 這個事業廢棄物 有沒有超過榮出的標準 目前還在檢驗當中 兩個新程度會出來 一出來 我們就是最嚴厲的財閥主分 當然第二點 可能是黃毅也比較關心說 像這樣的東西 有沒有觸犯到刑法的部分 是不是該移送 是不是該做一個移送動作 我們也在蒐集相關的資料 最近應該會有結果 黃石龍批評中榮 在他追蹤調查過程當中 一再企圖隱瞞 甚至誤導環保局的鴕鳥心態 十分可惡 也對公權力廢驰 無法杜絕中榮污染 感到失望 他要求環保局 不要只會對小市民開罰單 卻放任中榮這隻大污賊 繼續污染全高雄 港獨新聞黃介石採訪報道